刚才没有详细说9988的价位 因为他就想问什么位可以沽 就是他本身有的 他应该有,但他没有说他买入价 我觉得他 我当他这样问 应该有机会这两天 谈了一些低位货 应该都比较开心的 如果这两天能入场的话 因为始终阿里巴巴真的长期都比较弱 难得这两天谈得比较明显 当然从走势上说 其实他这两天谈完之后 其实特别加上今天 是理想一些的 因为起码初步突破20天线 其实你过去看到整阵跌浪里面 他都没有明显升穿过20天线很久 就是9月初试过一转 但都不够一两天就下回来了 这转似乎是好一点 因为从一些动力指标 例如RSI那些去看 其实是够力过上一次的 所以如果有短线 能够站穿到20天线 我觉得你可能稍微进行一点点 看回目标位在大概50天线 165这些位附近 我想去到165这些位 如果你真是这么幸远 低位捞到货 当然我猜 如果低位捞到货 真的都不错理论 我想到时候可以考虑一下试误 因为始终整个前景 除了刚才说大环境 一些监管之外 其实我想过去蚂蚁 比其他同业更弱的地方 都是怕着监管之外 有没有其他负面的事在他身上 例如之前经常说蚂蚁的因素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些一天来说 都未很清晰明朗化的时间 不能够当阿里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尽量 或者比较尽少 但对50天线 我会见到先行写食户 还是 然后再来讲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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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